so 到底B invoice有几种 so 我们这里会跟大家分享 它的种类到底有多少 B invoice里面有分 包括了我们这个叫做 invoice的就是invoice 另外一个就是credit note debit note和refund note so credit note大家应该都知道 credit note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你开了单 你invoice给你顾客 可能顾客要求discount 顾客有return 你们要adjustment 那么你会开credit note给你的顾客 ok debit note的意思也是一样 就是说有任何的adjustment 但是credit note是减少 你们之前开单 开的invoice的那个 amount debit note是增加 你们之前开invoice的那个 amount so 两个都是adjustment 只是你要知道 你是debit note还是credit note ok 现在多了一个叫做refund note 比如refund note的意思就是说你们 过后如果有还钱 退钱给你顾客的时候 你也是要通知income tax 讲你退钱给顾客 几时退钱给顾客 ok 这个退钱的 这个refund note几时要开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 今天你开了e-invoice给你顾客 顾客已经把 就是你开了1000块 顾客也还了钱给你1000块 但是过后顾客发现那个product 那个产品有问题 他要求退货 ok 你也接受他的退货 那么你接受他的退货 可能就会了 ok 我退货给你 我就refund给你那个钱 因为你先给了我钱 在这情况之下 你们就要通知银行 再讲你refund给customer 因为customer已经还钱给你 你现在refund他 ok 什么情况之下 refund都是不需要做的 就是很像 你今天开了单1000块 invoice1000块 但是你可能收到1200块 或者1100块 你收多了100块200块 你要还那个100200块 给你顾客的时候 那个情况下 你是不需要开refund note的 因为你还给他多的那个amount 跟那个e-invoice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refund note 毕竟是跟你原先 那个e-invoice是有关系的 你退还钱你给顾客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通知income test so 在e-invoice里面呢 他又分出来两个种类 一个叫做sell build invoice 一个叫做consolidated invoice sell build 讲的就是你们自己开单给自己 consolidated 就是我把所有的invoice 从准备在一起开一个叫做 consolidated的电子发表 这个东西我会再等一下会跟你们 讲的更详细一点 这个会是什么去进行怎么开单 什么情况下可以开 什么情况下不会开 OK 哪一个商家 哪一个transition 需要到sell build 或者是consolidated 我待会会跟大家分享 OK